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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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老船长 他是猪脑袋 欸猪脑袋 老船长好久沒有跟你講話 什麼要睡喔 好 你慢慢睡 我們不要吵他 讓他怎麼樣 好好睡 猪就是這樣啊 吃饱了就睡 睡醒了再拉 拉完了再吃 就是一个循环 所以说猪脑袋 基本上它就是怎么样 周而复始 就像很多的古民 在古海浮沉里面 载浮载沉 他从来不会想说 我要抓住一个浮沫 让自己上岸 是吧 这话怎么讲 你看很多投资人 他来到股市 你请他细算一下 不要说输70% 80% 很多都输了几百% 老船长什么意思 很简单 他先拿100万进来做 输光了 再拿100万进来做 我们就一次做一个单位 100万对不对 你输了100万 那就输了100% 对不对 拿了好几次钱 没钱了再去怎么样 抵押房子 然后跟怎么样 亲朋好友借钱 太多了 对不对 那输光的原因 我们就整理出来 就一个 请大家注意听 看看你有没有 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喜欢追高杀低 对不对 股票看到一涨就受不了 追进去追在最高点 你应该怎么样 想说我已经输了几百%了 我是不是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个机会 他买进去之后 当然需要时间 我们知道股票要涨也需要时间 对不对 你要涨一倍要100% 100%一天涨10%也要10天 对不对 10天就两个礼拜交易日 有可能这样子涨吗 对不对 除非是地雷股 像以前那个什么唐峰那时候 天天涨停 然后后来又天天跌停 那种是假的 我讲的是股票正常交易的 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吧 是吧 几个月你要涨一倍 几个月一定要有 但是几个月说长吗 也不长啊 很多投资朋友来到股市 不知道多少年了 很多都几十年了 你有差那几个月吗 是不是 什么 哪一支 多一支你就不要急嘛 我跟你说 很多事情是可遇不可求 而且往往 有一好 就没有另外一好 我们常常看一档股票 它涨着涨着就停住不涨了 背后的原因可能有 一二三四五这样子 对不对 那有些公司你觉得它应该要涨 它是 讲快一点 坐在黄金堆上面的乞丐 这话怎么说 就这些公司 你只要稍微改变一下 我相信你 前途无量 对不对 但是就是不改 那各位观众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 CEO 我们知道一个公司的CEO 就是说他在handle这家公司 他在经营这一家公司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早期听到经营之神是谁 王永庆先生 他到现在还让人家很怎么样 怀念很敬佩 对不对 他是从无到有 到怎么样 一个帝国 对不对 石化帝国 台湾的石化帝国 王永庆先生创立的 对吧 很了不起啊 在座的谁有办法 我们都没办法嘛 对不对 好 那 我们讲比较现代一点的 我们讲国外的 大家都认识的 贾博斯先生 苹果之前的CEO 他也是把苹果从无到有 你们要知道一个企业 要从无到有是最辛苦的 那你们觉得贾博斯厉不厉害 当然库克接棒之后 应该也没有让贾博斯失望 也让苹果怎么样 更发光 对吧 那苹果这两个CEO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好 那我们再讲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 叫马斯克 我知道老船长 就是现在最夯的 特斯拉电动车的老板 对 你看他在这个奋斗的过程当中 有多少人唱衰他 看不起他 结果他现在一家电动车的市值 就远远压过这么多世界大厂的 汽车的市值 表示怎么样 这个人 他的头脑 他的理念是怎么样 领导者的风范 那你去想 这个背后大家所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股价嘛 我们讲近期的 就我们不要讲说台硕那个太远了 苹果 从他怎么样开始上市 你就把你的身家压下去 你会发现你已经变成富豪 你就退休了 对啊老船长 没有压 我知道你没有压嘛 我是说打比方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你如果压特斯拉 那你赚的 更多 对啊老船长 听说放空特斯拉的已经输了台币一兆元了 对 就是去放空特斯拉的那个输掉的金额 就整体金额大概台币一兆 那这些人脑袋有问题啊 你不去看好人家 不去做多人家发财 对不对 你看人家不顺眼长假的 那我有讲过 电动车是世界的趋势 不管它快或慢它就是趋势 它就是往上走的 方向不会错 只是说快跟慢的问题嘛 那你怎么会去放空这种呢 那简直是猪脑袋中的猪脑袋 当然美国很多猪脑袋 你也看到了嘛 对不对 不然怎么选一个川普出来 是不是 好 那特斯拉的股价涨翻天了 他上市的时候 投资他的 现在是不是都退休了 亿万富翁 当然你不要跟我说你买一张啊 我是说你有一笔钱压下去的话 对啊 老船长 苹果跟特斯拉那都是国外啊 对不对 台湾也有啊 台湾怎么没有 台湾我刚不讲 王永庆是金银之神吗 对啊 还有没有金银之神 有啊 张忠谋先生啊 你们认不认识 当然认识的老船长 台积电以前的董事长嘛 谁不认识 对 他是不是金银之神 台积电从无到有 是不是他 台积电你从年轻的时候 你把你家身家压下去 请问你现在是不是富豪 退休了 对老船长 老船长你刚刚这样子举例 好像适用全世界各国都一样 我想很多东西它道理不变 都一样 人家有这个贾伯斯 有库克 有这个马斯克 我们台湾也有嘛 王永庆我刚刚讲了嘛 对不对 张忠谋嘛 老船长我们对台北股市比较有兴趣 你再多举个例子 这个鸿海 郭台铭先生嘛 你很少看到鸿海会涨停 对不对 涨停板是117块 这个CEO厉不厉害 老船长现在鸿海董事长不是他 对啦那你知道谁讲了算嘛 我这样讲你们就听得懂 就说CEO他很重要 你看现在台积电董事长也不是张忠谋嘛 张忠谋先生跟郭台铭先生他们只是退下来 但我相信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各位听得懂吗 那现在的董事长只是延续他们之前的 你懂吗 那当初贾伯斯因为他得了这个胰脏癌嘛 所以他退位下来库克上去 那贾伯斯就离开人世啊 这叫痛失因财嘛 对不对 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那个精神都是不变的 所以我讲到这边 大家应该要认同一件事情 就是说一家公司 他的CEO大概就决定了他未来的股价 我们就直接讲嘛 认不认同 认同欸老船长 可是老船长台积电涨到天上了 鸿海已经今天拉到涨停板了 对不对 那我们还怎么办呢 所以你现在要去找 找 就是说一家公司 他的CEO很棒的 可是股价还没有涨的 老船长抓到了 你这讲话前后矛盾 CEO很棒 股价没有涨 你刚才讲的老半天说 CEO很棒 所以股价涨 你这根本就打脸自己嘛 乱来 所以我就说很多东西 你们是没有仔细地想 假设一家公司 他刚刚换CEO 刚刚换你听得懂吗 你要的不是就是这一种吗 已经换很久了 台积电 对不对 涨翻天了 你再去追吗 这几十年以来你在干什么 对不对 你现在就是要去找 有没有那种刚刚换CEO 然后这个CEO 他也是经营之神的 未来股价的方向 是不是就有可能涨N倍 老船长你这样讲有道理 老船长你举例给我们听 好我就举例给你听 我昨天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 大家注意听 我先讲已经 还有一家公司 它就叫做中美金 这一家叫中美金 各位注意看 这样看日K还看不出来 对不对 我给你们看 我们来看月K 等一下 滑鼠拿过来 大家看一下月K 这几年中美金往上走 有没有 它的股价也是从几十块 二三十块开始涨 涨到多少 今天收盘 一百七十块左右 我们就说从五十开始涨 好不好 三倍 那过去中美金的董事长 叫做卢明光先生 大家以前都不看好中美金 对不对 就中美金就鸭子滑水 龟兔赛跑 一步一脚印 股价你今天看它已经在一百七左右 那你就会想说我当初在这边 我把身家全部压下去 就怎么样赚翻了 对吧 那你赌的是谁 你赌的是这个产业 你赌的也是怎么样 这个CEO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卢明光卢董事长 我们怎么知道它这么厉害 所以广告回来 我再分析给你听 导播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投顾老穿杖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响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兼容市场 委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投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那么卢明光董事长 他把棒子交给许董事长 对不对 那么他现在刚刚来到 我们知道老船长要讲了 注意听啊 叫做怎么样 百年老店大同 这家公司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也因为他 去买了他的股票倾家荡产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觉得大同最好 大同大同服务好 对不对 谁家里面没有一两只大同宝宝 谁家里面没有大同电锅 对不对 大同电视 但后来怎么样 每况愈下 可是你回想一下 过去这几十年 大同的CEO 是不是都是林家 然后传给怎么样 林郭文彦 也是林家的媳妇 对不对 我无疑要去批评过去的经营者 我只是在跟大家报告就说 过去几十年 都要炒大同的资产 就觉得你这个资产应该活化 因为大家知不知道 来请导播照这边 大同有土地45万坪 你们家有几坪 什么 十几坪 那你是住小套房 人家有45万坪 这些资产呢 各位注意看 来 请导播照进 价值千亿 可是你要知道 人都有一种感情 比如这个资产是我们 大同的祖产 祖先 一路辛苦 奋斗留下来的 不可以轻易地卖家产 大家都知道老一辈都有这种观念 是吧 可是债商严商对于一家公司经营者来讲 你的公司的我EPS都是负的 甚至你有很多的负债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资产做一个活化 偶尔没有叫你把所有的资产处理掉 当然不是嘛 对不对 是不是将一些部分的把它活化 我们不要讲处理卖地不好听嘛 把它活化 你可以不要说空闲在那边嘛 然后将你的账上 人家说无债一身轻嘛 对不对 把你的这个财务先健全化 所以卢明光董事长他上任 他就说他要把这个大同的资产 有没有 还有这个 你们知道大学的时候 学那个会计资产负债表 要把它弄得怎么样 至少要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嘛 对不对 这个是属于他的资产的部分 当然他现在经营的这些 他以前是卖电器的 现在还是卖电器没有错 可是他慢慢的来往这边看 他慢慢的这边有一段 来发展怎么样 发展电动车 油电混合车马达及动力系统 看到没有 然后智力开发超高效率的 大型电动巴士动力系统 好 那我们就知道 现在特斯拉涨到天上 对不对 那国内 你不要说什么育龙汽车 他做传统汽车的 那个不要算 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说 吃油的是吃电的 那我们知道电动车 他的那个心脏不是吃油的 他是吃电的 那叫做马达 然后再配合电池 那国内很会做马达的 就是大同嘛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说卢明光董事长 他上台 他之前带的是中美金 中美金大家知道做矽金源 是不是 那也是高科技 而且卢明光他本身是大同工学院毕业的 对吧 更有这样的一个情怀 我刚刚说过不是要卖地 要资产 那些是可以把它活化的 然后他的本业 如果他们现在要朝电动车去发展的话 那如果他做出了马达 你认为股价要飙到哪里 我说如果 我没有说一定 那看卢明光董事长 所以我就说CEO很重要 如果说卢明光董事长 他本身是大同工学院毕业的 他有这样的一个情怀 我这家百年老店 我们要重新将他的招牌插亮 有没有这个机会 各位观众你们觉得 我讲句最难听一点的 我公司就这么多45万坪的土地 我光资产活化股价 不知道要涨到哪里去 虽然以前炒了几十年 但是我已经讲过 那董事长没有换过 都是邻家的人 他可能觉得说 主产不要怎么样 对不对 那新的经营者 他有他的理念在 而且过去卢明光董事长 交出来的成绩 我刚才已经跟你们报告过了 对不对 那现在他还刚刚上任 对不对 那股价还没有涨嘛 那过去他经营的中美金 涨了几倍 对不对 大同有没有机会 我是问你有没有机会 我没有说 如果我讲我就违法 主管机关说保证获利 我认为怎么样 你们应该可以了解嘛 那过去这段时间你看 在几年前 我们现在推过去原来来算 这是K线 月K哦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四年前的时候这一波草也是草资产 对吧 可是会不会卖 会不会处理 会不会活化 都不会 就下来 好 到这里哦 到这里 卢明光董事长才来接哦 那你认为呢 你认为呢 所以说我是对于这个 因为我们是小时候 就是用大同电锅嘛 我这个年代的 我们对大同有一种 不一样的情怀啦 可能跟现代的小朋友 现代小朋友说什么大同鬼啊 我当时用外国的东西比较好 可是你嘴巴在意 你们家里面可能都还有个大同电锅 因为真的很好用 是吧 那如果卢明光董事长 他是一个这么优秀的CEO 他来经营大同 大家给他多少评分 你们可以预估一下 我们今天做股票 我们就对未来做预估嘛 那你如果什么专业 什么都不懂 老船长马达电动 马达电动车什么什么的 我都不懂啊 资产活化什么 我都不了解 没有关系 看一个人也很够 对不对 你看我再重新讲一次 张忠谋先生 几十年来 一路走来时钟如一啊 人品就是好 对不对 然后就是有能力 也很爱国 所以你看台积电 对不对 护国神山 那我们知道郭台铭董事长 他也怎么样很努力 他以前那小公司 几个人才合了 开了一个小公司 大家也知道郭台铭先生学历 也不是说多显赫 但是你看人家的努力 红海帝国 今天很多的股票都 应声大涨 但是真正这一些 所谓的电动车概念股 我认为都比不上大同 你们顶多去接一些特斯拉的单子 对不对 真正要能够做出电动车的马达 我认为大同才是怎么样 很有机会的 当然啦 因为他现在股票还没有开始飙 对不对 今天继续洗盘 对不对 我有算过主力的成本在25块 那么外资 已经卖了十几万张到尾身了 我收过某一家外资 就是他卖出来的 对不对 那原因我不会去讲 我只是告诉你他卖不下来的 对不对 筹码都被收走 都被主力收走 我有在算 所以说人家为什么要去 收这么多的筹码 就是很看好这家公司 因为他现在董事长换人了 不然全台湾的投 这个投资的股票标的 你举一个例子给老船长听 你说最近换了一个CEO 某一家公司 这CEO过去有很 辉煌的历史表现的 所以现在这个股价 再怎么样很低档 这家公司的 它的题材 它的愿景 甚至它还有45万平的 这个土地资产 价值超过千亿的 你举一档给老船长听 有的时候我觉得 在这个社会操作股票 在股市操作股票 不要用嘴巴 就是说耍耍横话 哎呀什么股票不行不行 你有没有真的去研究过 那你过去这几十年来 其实我们现在 回过头来讲笑话就好 早知道就把房子 什么都全部都压压 台积电都不要操作股票 现在就发财了 但这是几十年后回头一看 对不对 那你看你压错 压到联电就完了 台积电到600多 联电也才几十块而已 对不对 联电的CEO以前是谁 曹新成嘛 那台积电是张忠萌嘛 那哪一个你觉得 我们就看结果 所以我跟你们讲 我今天这一集 花很多时间跟你们讲 从CEO去看未来股价 未来股价 听得懂吗 因为已经发生的 我举了这么多例子 你们都没话讲 那CEO都是非常的怎么样 杰出的 对不对 那你当然要去找一个 现在刚刚患上任的 而且他过去有辉煌历史 如果说卢明光先生 以前根本也没有什么绩效 就是不知道 哪里冒出来一个董事长 那个我不敢讲 大家听得懂吧 他是大家公认的 新一代的怎么样 也不是讲新一代 他年纪也有 就是说我们看得到的 这个金银之神 他也算 我讲不要去 我们都比不上人家 这个社会太多人批评 在网路上 你看那些年轻人 胡说八道 一天到晚批评人家 那都是屁孩的 问他有没有钱 口袋空空的 那种人讲话不要去听 大家了解吧 我们有多少证据 讲多少话 我在股市这么久了 我有时候会回想说 其实开开玩笑 不用那么麻烦 就全部压台积电就好了 还分析什么 我还做什么分析师呢 对不对 但是我从这个想法里面 我再延伸出来 那我们好 我们再去找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过去我们错过了 那现在真的找到了 他的名字叫做大同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对不对 那百年老店 如果一旦招牌 再被卢明光董事长插量的话 你认为25块钱的股价像话吗 对不对 我最近都说你要操作大同的打电话进来 昨天电话居然抱歉 我吓一跳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再试一下 我讲得更加清楚了 你要操作大同的朋友 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有时候一错过 一辈子就没有了 拿起电话 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开始拨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